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這個世界真是風水輪流轉 在30年前 有大批越南人為了逃避越共清算 決定投奔路海偷渡前往香港 來到今時今日 又有一班中國人為了兩餐溫飽 決定偷渡前往越南打工 而且屢租越南當局的折獲 越南通訊社今日報導 在涼山邊防哨站工作組的首綱人員 發現並且截獲了25名非法入境者 包括十男和十五女 到底涼山是位於哪裏 其實是與廣西的崇佐市接壤 另外報導還提到 在西陵樹當地執法人員 發現並且截獲了八名非法入境者 當中包括七名是中國人 已經按照相關規定及時對他們進行隔離 同時也抽取了樣本進行檢測的工作 經過初步調查 司機承認原來他是負責開車 將這七名中國人送到柬埔寨那裡 即是說這班人 是由中國境內輾轉通過越南 偷渡去柬埔寨打工 現在這裏已經說了兩宗 其實在上個月更多 包括在老街折獲了十名中國非法入境者 老街正正與雲南省西雙板納一帶折揚 另外在顯港和廣南 又折獲了幾十名來自中國非法入境者 那一帶其實當地人有很多聯想 因為武肺疫情本身在越南已經平息了一段長時間 但是現在就出現了新一輪的爆發 於是當地人聯想到 究竟當地新一波的疫情爆發 是否與這班非法入境者有關 如果是的話就真是類街坊 故此 越南總理阮春福已經下令 當地要對於來自鄰國的非法入境者 實施更嚴格的管控措施 難怪近這兩三個星期 經常有消息傳出 就是說中國偷渡客在越南遭到折獲 原來就是因為越南當局 嚴打這班人 這件事其實也是側面反映得到 中國西南部的經濟復甦情況 似乎有多少問題 如果中國的復工復產情況 真是進行得那麼流暢的時候 又如何解釋 仍然有一班中國人要偷渡去越南打工呢 而且根據中國的經濟數據顯示 第二季度的GDP出現了V型反彈 按年上升了3.2% 明明第一季度是按年下跌1.6% 出現了那麼大的反彈的時候 仍然有人要偷渡去越南 而且目前已經在第三季度 即是說這個數據究竟是準還是不準呢 我們又看看另一個大陸的數據 就叫做城鎮調查失業率 在4月份的時候是6%的高位 去到6月就已經回落到5.7% 即是說有所改善 明明有改善 為什麼還有中國人去越南打工 偷渡去 這些數據如何解釋呢 真是完全百思不得其解 這些就是中國式的數據 大陸近來推動一個經濟概念 就叫做國內大循環 這個國內大循環其實都很依靠 要提振中國的內部需求來達成 喂 那麼糖水滾糖魚 正如我們以前也說過 你也要有個糖水給你滾才行 現在似乎乾糖很厲害 有班人為了兩餐溫飽要滾到越南 那麼這個國內大循環最終是搞不搞得成 都成問題 而且不僅說越南的邊防人員 是要嚴打這些來自中國的非法入境者 實際中國的邊防人員都應該嚴打才行 喂 喂 否則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竟然間有些國民去越南偷渡打工 喂 完全就是有肉國體的行為 所以 這個真的需要中越雙方面的執法部門 通力合作才行 要不然就暴露了這個 經濟短板 用一下他的詞匯才行 唉 真的 有人就為了兩餐而偷渡 同時之間 也有人 是有家歸不得 就是在美國就讀那班中國留學生 根據英國BBC的報道 就說 很多中國留學生都在慎笨 到底慎什麼笨呢 就是一方面 他們在美國就不受歡迎 但是另一方面 中國就似乎不想接收他們回去 BBC就提到 說美國政府近來就取消了三千個中國留學生的簽證 指控他們是跟解放軍背景 或者是跟解放軍的軍效是有關聯的 而且較早之前就抓了一個叫做唐娟的研究員 他就已經被美國指控了 說是有軍方背景 好了 而且有參議員還建議 說美國應該禁止中國留學生去學習理工科 因為理工科是跟敏感科技 或者科技方面的知識產權有著密切的關聯 故此 在美國對於理工領域的留學生 或者研究員的背景審查 就已經越來越嚴格 這班傢伙就相當無人 好了 隨著疫情在美國不斷蔓延開去 中美之間的航班減少了很多 大部分航空公司每個星期都只保留一班 而且保留在中國的一個航點 在航班運力大幅下降的情況下 造成了超過30萬的中國留學生 在這個暑假滯留在美國 雖然這班中國留學生面對著一個這麼艱難的困境 但似乎他們得不到廣大中國網民的同情 以及諒解 很多大陸網民到微博那裡就批評 說這班留學生其實都是被縱壞的富二代 而且還指控他們 當初逃離中國高度競爭的教育體系 如今就想回來危及國家抗疫的成果 其實這班小粉紅在網上的批評 都某程度上反映得到大陸的思維模式 如果貿貿然放生這班人入境 當中有一些輸入個案的時候 恐慌會出現不知第幾波的爆發 所以大陸政府一定會採取一刀切的辦法來應對 就是限制航班的數量 等到這班人連機票都買不到 乖乖地滯留在美國 根據BBC那篇報道 其實都頗糟糕的 他們訪問了一大堆小粉紅留學生 其中一個提到 儘管對於中國所實施的旅行限制感到不滿 但是自從他出國留學之後 竟然變得更加愛中國 而且還在大學校報上撰寫文章 批評美國的反華政策 他還說曾經相信美國是 人人平等寬容夢想中的先景 但現在絕對不會這樣想 但是他不認為自己是小粉紅 不認為自己是被洗腦 反而他才是理性愛國者 所以你說原來有很多人出國讀書之後 還抱著一種封閉思想 還說自己是甚麼理性愛國 其實這班人很應該學會一個概念 就叫做知恆合一 既然他講到自己是真正的愛國者 理性的愛國者 為何他是口講一套做就另一套呢 為何他仍然要選擇去到美國那裡留學呢 北京的清華大學不是學校嗎 上海的復旦大學不是學校嗎 為何不留在中國偉大的祖國那裡讀書呢 而且現在搞到不丟不丟 在美國回去中國又不行 在美國那裡又被其他人欺負 又不受歡迎 在這樣的情形下 仍然堅稱自己是愛國者 實際上這班人就算是愛國 都叫做離岸愛國 如果你真真正正是愛國 你在岸愛國一扮 你何必走呢 為何你不在中國的土地上愛中國 這些人是很虛偽的 實際上很多所謂的中國新移民都是這樣 一方面在當地社區揮舞著五星紅旗 叫喊著愛中國的口號 但另一方面在行動上就逃離中國 根本上這班傢伙就沒有資格說自己是愛國的 還說理性愛國 理性就有餘了 愛國就不足 如果要愛國的話 一句說話 回中國就可以了 好了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